复活节假期前一天,我推荐中国人寿2628,理由市内地A股回升必然会推动国寿的业绩。 很巧合地,同一天,国寿宣布凝起,指今年第一季度的利润会增加80%至100%。 增长幅度比上海证券指数的增长幅度大许多,可见保险公司更懂得利用资金进行投资。 今年复活节假期,我有死女逃生的感觉。理由是斯里兰卡是我与家人。 今年复活节假期度假的选择之一,很幸运地,最终我们选择到洛阳赏花。 每年四月,是洛阳卯丹盛开的大日子。洛阳卯丹夹天下,而卯丹又是中国人最喜欢的花。 卯丹代表富贵,我发现最多人挂在家中客厅的或都是以卯丹为主题。 或的标题总是富贵花开。我又有一本新书出版了。书名为乱局,我出版过五十多本书。 其中三本是用以形容当时的股市。一本是2007年年底的迎战转世。 那本书告介大家疯狂大牛市快结束了。另一本是2014年第三季出版的机不可失。 告诉大家互讲通必然使得两地股市狂升。今年,我以乱局为书名。 说明目前股市是个乱局。不可盲目看淡也不可盲目看好。 要很小心地分析时局的变化。而时局的变化也的确大。 很幸运地,我发明的增市通道在去年十月底发出恒指反弹讯号。 那时恒指正处于层次通道75线的支持位。过去一零年,恒指一直在层次通道上下75线浮沉。 很有趣地,台湾有人将层次通道改称为五线普投资法,还写了两本专书。 这位台湾作者还把多只台湾个别股份放入层次通道中检测。